日本东北地区福岛外海当地时间清晨5点59分 发生震源深度只有10公里的极浅层地震 天摇地洞触发海啸警报 第一场海啸一个小时后报道 最高浪间高达1米4 包括311海啸灾区在内的5个线都有小型海啸 气象厅估计三米大浪将清洗岸边 渔船立刻紧急撤离 四个小时后海啸警报全面解除 船员陆续靠岸并透露 大浪情况并不严重 渔业活动也恢复正常 津波发生震源 前面的津波发生震源 全部震源 以前的津波发生震源 这次是什么状态 我都不知道什么事 最新一轮地震海啸导致福岛第二核电站冷却设施受到干扰 一度暂停运作 但事后恢复正常 其他核设施也没有发生异状 是的 我都不知道优优优独播剧场——用 minus